所以外食豬 其實我覺得他在飲食上面 有幾個地雷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做了一個資料 大家真好看 就千萬不要踩到這一些地雷 那您是不是已經中標了 包括麵攤 滷味 自助餐 便衣商店 或者是這些都是隱藏很大問題 那當然這還有是零食的部分 像麵攤裡面 同樣我覺得吃麵攤 倒是可以去控制體重 比如說三角油豆腐 你可以替換成滷豆腐 然後乾臉你要替換成嘴邊肉 它的油脂就差了兩倍以上 對 波老師價錢也有差 是不是 價錢也有差 對 然後就是我們吃精緻一點點 比較優質一點點 對不對 我覺得多花一點錢 吃一點健康 總比以後要看醫生可能會 對 要有這個觀念 對 好 然後另外湯頭的部分 像一些加工的貢丸湯 丸子湯類的 都是屬於高油脂的 所以麵攤裡面 其實你只要避開這些幾個 比較就是高地雷的食物 其實相對來講會比較安全 這是地雷的 如果你常點的話 你可能要這個 再拿捏斟酌一下 麵攤的湯是不是最好不要喝 對 其實你講得很對 麵攤的湯頭 如果真的喜歡喝 就一兩口就好 因為它裡面其實很多大骨湯去熬的 如果你把它冰在冷藏裡面 你會發現上面會浮一層白色的豬油 對 所以相對來講 你講得很正確 然後另外滷味的部分 其實很多人在減肥 都會想要點滷味 對 因為它覺得至少不是油炸的 而且有菜有肉 而且老師也很方便 對 方便 那其實它裡面也有一些地雷 包括第一名的就是百葉豆腐 百葉豆腐 對啊 豆腐熱量很低 百葉豆腐 它本身在製造加工的過程裡面 它含著大量的油脂 所以聽起來是豆類 可是它的油含量很高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 你在那個滷味攤 它不是看到一捲那種黃色酥脆的炸豆皮嗎 那個也是屬於高油的 所以你可以選白豆皮 白豆皮相對來講比較安全 白豆皮 對 白豆皮 對 然後內臟類的 然後麵裡面像泡麵 這種會比較危險 那我們可以選擇一些 比如說也是真煮麵 有沒有 農粉之類的相對比較安全 那豬大腸可以換成腱子肉 這種相對來講就是會熱量 跟油脂會低很多 對 好 自助餐 對 自助餐你只要看 炒茄子 為什麼會特別講 因為它是蔬菜對不對 對 然後人家會想說 我有點到蔬菜 可是在所有的蔬菜裡面 茄子它的吸油率很高 大概達到百分之五十Percent 意思就是說你吃這一盤 大概五十Percent都是油脂 對 對 對 所以如果你要吃茄子 要選擇是比較偏涼拌類的 然後另外像三杯雞蜜系列的 麻婆系列的或炸的 其實像三杯雞它有個問題 就是它有會用很多的 冰糖類的東西 或者是有些會讓你更好吃 可能用加一點麥芽糖 所以你會看到覺得說 好像甜甜鹹鹹的 對 事實上裡面的糖含量很高 可是老師就是很下飯 對不對 是不是很下飯 你這樣列出來走進自助餐 根本沒東西吃了 對 所以有啦 有啦 有別的啦 還有像滷雞腿啦 或是說像有一些是烤魚 或是像有一些是煎的那些豬排 用煎的是可以的 不要用炸的這樣子 然後最後就是講一個冬瓜茶 應該可以吧 冬瓜茶怎麼不行 你知道自助餐那個一包冬瓜茶 等於半碗飯的熱量 對 自助餐都有附冬瓜茶 有啊 紅茶 對 甜的甜食這樣子 對 然後便利商店其實 便利商店是大家最常去的 像剛剛其實點那個御飯糰還算安全 但是因為你少了蛋白質 你可以加一些豆漿 或是加一些 比如說茶葉蛋的東西進來 或是像有一些雞胸肉 其實也不錯 但如果你點到高熱量高油脂 像熱狗 或是說冷凍食品裡面的炒飯系列 或甚至於年輕人很喜歡吃的 這個就是一包拿去微波的那種炸雞翅 這種都是屬於高油脂的 那很多人就會跟我講說 可是熱量不高啊 一包也才150大卡 對 可是事實上150大卡裡面 可能有將近100大卡都是油脂 所以才會呈現 現在很多年輕人就是瘦瘦的 但是它裡面的都是油 所以我們就簡稱叫泡芙人 天啊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其實是最危險的飲料 比珍珠奶茶還更危險 是 可是它不是好的東西嗎 檸檬 檸檬 檸檬類的東西你要喝 你不要太酸 你一定會加一些 比如說你可能會點一些 比如說金桔檸檬或是蜂蜜檸檬啊 對 甘蔗檸檬 甘蔗檸檬有 對 那甘蔗汁跟蜂蜜 其實都是精緻糖 對 所以其實你知道嗎 當你點越酸的飲料 裡面加的糖會越多 對 所以其實酸的飲料 反而是在所有的飲料裡面 風險最高的 辣椒的飲料 辣椒的飲料